在臺灣 由國家實驗研究院醫科中心協助催生 臺灣第一家通過臨床前動物試驗的生醫等級 3D金屬裂印粉末的製造商新科材料 結合東臺經濟自製研發的3D金屬裂印設備 成功裂印了人工關節 並通過ISO10993生物相容性 和美國材料試驗等國際法規的驗證 進行跨國合作 創下臺灣3D裂印衣材進軍國際的首例 身為3D裂印材料供應者的中鋼公司副總何燦穎說明 整個流程是這樣 由中鋼來生產鈦合金的原材料 然後由原材料去噴霧化變成混狀 混狀再配合聯合骨科的設計 再交給東臺去3D裂印 就可以變成成品 然後在意願再使用 根據國際調研組織BMI的統計 2015年全球醫療器材市場規模 達到2.2兆人民幣 2018年更上看2.6兆 其中2015年全球人工關節的市場規模 達到1000億人民幣 產值持續攀升 新科材料董事長李志龍說 3D裂印的基層的製造技術 已經成為世界新的製造技術的一個風潮 我們國研院從生意應用的這個角度 切入整個國內產官學員的這個資源 希望能夠縮短認真的實驗 突破我們的技術的拼勤 讓我們國內的相關的產品 包括醫療、醫材、醫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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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有這個轉型升級的機會 東台經濟工程師說明 傳統的骨科醫材加工方式 是事先做好SMLXL的尺寸 但不見得符合自己的骨頭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植入性醫材與骨材越來越受到重視 行政院科技匯報辦公室副執行秘書葉哲良 稱3D裂印是帶動第三波工業革命的關鍵技術 目前台灣3D裂印的醫材將朝向人體試驗階段 申請美國FDA上市許可 也同時響應蔡英文政府的生計醫藥 與智慧機械創新產業結合 組國家隊打世界杯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苗秋菊臺北報導